热闹滚滚的游乐场 画面右边的旋转设施 上头的民众突然一个 接着一个往外飞 吓坏所有人 警方拉起封锁线 可以清楚看到 器材严重偏行 可见当时 重击力道有多大 西班牙第四大城塞维亚 附近一座游乐场的 旋转设施 8号凌晨2点左右 突然发生故障 造成将近30人受伤 当地市政府表示 游乐器材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调查 事故发生的原因 大海新闻 洪敬廳编译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